百家贝是华人的传统手艺 目前在本地从事百家贝专业手工缝制的人 可说是近乎失传 霹雳太平就有一名老妇人 她热衷于缝制百家贝 虽然过程好眼力 但是她却乐在其中 至今已经卖出了上百件的百家贝 而孙子还把她的手作放到了网上去卖 所得的盈余全部捐给佛堂 下来透过镜头一起去感受 这传说中的幸福拼布 收集不同颜色及花样的布条 用剪刀把布头剪成特定尺寸 一双巧手一块块聘合缝制 拼凑成不同花样 再将被子里外缝合 这就是百家贝 花色尽管看起来缭乱 但是搭配起来毫无违和感 讲究的不只是针线功夫 也考验耐性 她是来自宝格亚山新村的刘悦蕊 今年已经86岁 她对百家贝情有独钟 华人传统社会里流传的百家贝习俗是说 一接纳百家之福 趋吉必凶保平安 以介父之名 祈愿孩子平安成长 刘婆婆除了为儿孙缝制百家贝 也有出售给别人 佛堂的佛友是她的忠实顾客 孙子还把百家贝放到网上卖 至今卖出超过120件 刘婆婆接受本台访问时透露 她使用的缝纫机来自巴西 用了超过50年 她说她算幸运了 由于家人从事买卖和维修缝纫机生意 也有卖衣服 所以要是她的针车出问题 自己人就能搞定 传统记忆需要被传承 制作百家贝的人 如今可说是见一个少一个 希望这传统手作得以流传 莫让百家贝失传